迪丽热巴承认隐居是为了结婚,新郎的身份是谁? 看来网友们很眼花缭乱。 正如头像,你可以遇见在谣言之前和之后,有相当大的变化。 这种外观可能是你承认的隐含。 作为PBIS的流量女鼎之一,迪丽热巴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公众关注。 在她完成电影《公诉精英》后隐居期间,无数的消息被传出。 有人认为她秘密与黄景瑜的搭档黄景瑜在幸福处手中生了孩子。 有人说她新疆美女和公司不合。 近日,迪丽热巴正式露面,删除了怀孕,生孩子的传闻。 但是,很多网友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细节,肯定了新疆美女的隐居时间实际上是为了结婚。 具体来说,迪丽热巴上班的照片已经上传到网上。 值得注意的是,她的无名纸上戴着一枚钻石戒指。 这让许多人认为她承认结婚,所以才公开戴了结婚戒指。 对方很可能就是迪丽热巴最被猜测的恋人黄景瑜。 也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喜欢炒合盘的人,不肯避麻烦。 不过,也有很多人为迪丽热巴辩护。 他们说这不是她第一次戴戒指了。 迪丽热巴甚至有的时候手上还戴着十枚戒指。 这是为了推广产品,而不是结婚或炒组合。 即便如此,迪丽热巴无名只戴戒指的消息还是受到了公众的极大关注。 甚至这个消息也立即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榜首。 这才看到迪丽热巴的热度从未下降过,她确实是PBES的真价获顶。